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举办的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 由本人中央选举文会副主任委员陈朝建担任主持人 并请本会黄秀端委员在场监察 首先 仅代表中选会作为主办单位 向全国观众还有亲自到达现场发表证件的三位候选人 以及承办此次电视证件发表会的公共电视表达感谢之意 在电视证件发表会开始之前 也将这一次电视证件发表会进行程序与注意事项向各位说明 一 电视证件发表会之进行程序 采三轮方式进行 每一轮每位候选人发表证件时间十分钟 时间戒满前三分钟 按铃一段声请示意 时间截止时则按铃两长声也请示意 届时时间一到请停止发言 第二轮 第三轮证件发表会进行的时间跟方式 也都和第一轮相同 每次时间截止之后 候选人就应该停止发言 且不得以任何理由来要求延长 如果没有停止发言 主持人应以制止 并不予播出 二 候选人应该一 抽定的发言顺序发表证件 不得要求提前或延后 如今主持人唱名三次 仍未在台上发表证件则 以弃权论 同时 候选人发表证件时 如有违背法令或违反公序两属之行为 主持人也会予以制止 并不予播出 以上是今天电视证件发表的进行程序与注意事项 在这里也向大家来介绍 此次参加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的三位先生女士 发言顺序第一位是吴欣盈女士 第二位是赵少康先生 第三位是萧美琴女士 现在就正式开始今天的电视证件发表会 首先请第一轮第一位候选人吴欣盈女士 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主持人 萧美琴女士 赵少康先生 还有全国在看电视的观众们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盈 身为新手妈妈 还具备国际经验的专业人士 我很荣幸今天代表民众党参选副总统 民众党不像国民两党 有沉重的包袱 过去执政党的表现 让许多人民都渴望政党轮替 而我们是一个新兴政党 没有包袱 所以才能获得渴望改变 跳脱蓝绿的选民支持 政府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因此我主张 1. 台湾和平要靠繁荣 2. 我们想要繁荣 是要吸引企业来投资台湾 3. 最终创教的工作机会 才能提升人民的薪资 同时保障台湾的安全 我认为台湾和平要靠繁荣 我多次参加国际论坛 与各国领袖交流 我的家族也长期在耕耘台湾 教导我如何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在美国断交等历史关键时刻 我们都选择坚定 与所有的台湾人站在一起 我在台湾成长 后来到国外求学 工作最后也希望 为家乡尽一份心力 选择回来台湾 在金融与慈善业工作二十多年 我了解企业都喜欢稳定 和平和繁荣 不只是一个单向的关系 台湾的和平要靠繁荣 而繁荣需要国际的连结 简单说 与国际连结 台湾就可以省掉一半的问题 我在立法院多次展现 我国际的影响力 今年四月 我陪同科主席访美 在多次会议中表达 希望能签署台美 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 近期也有一些进度 我也是第一位 被邀请代表 欧盟议会的正式公听会的 主讲人立法委员 这个月十三日 欧洲议会通过了 台欧协定的投资 结议案 欧盟成为 是台湾最大的投资者 我当时在会议中也强调 过去台湾加入WTO 签署三十二项 双向贸易协定 欧洲也不能落后美国 加拿大跟英国 更要有信心和台湾一起签动 联署协议 如何让企业投资台湾 创造更繁荣的社会呢 根据国际知名人资公司 Willis Towers Watson 所提出的 亚太固定薪资调查 不含奖金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技术人才 投资已经输给了 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国 甚至于落后 越南跟中国 让我觉得很不公平的 看得很难过的 也是在我周边工作的同仁们 每天早出晚归 可是还是买不起房子 赚钱是为了我们 为了付完我们孩子教育费 父母亲的养老费之后 还有余力跟好朋友们 出国旅行 甚至于还有零用钱可以花 而不是缴完房租 垫水费之后 口袋还是空空的 因此政府需要修法 以鼓励更多新的企业来投资 台湾为导向 而旧的产业则需要转型 才能让人民有更多的工作选择 提升普遍的薪资 台湾必须接轨 21世纪的两大趋势 这也就是数位跟绿色的转型 经济才能起飞 民间总是走在政府前面 而我过去在民间 利用了数位发展创新 商业契机 从零打造出 百万会员规模的 数位金融商业平台 2019年 我也推动加入 全网营的国家队 打造数位生态圈 2022年年底 逮捕立法院之后 我也努力将数位 绿色转型带入工部门 我在412天内 推动了16项法案 5场公厅会 3场座谈 此外 我也两次代表立法院 在欧盟议会发言 和出席COP28 还有两次代表民众党 访美 其中一次还参加台美国防论坛 真的是把一天当三天用 即使我剖腹生产完 还在做月子的期间 除了视讯工作之外 我还有两次进入立法院 包含咨询行政院长 对我而言 政治就是服务选民 政府应该多听民众 和产业的声音 因为只要产业好 人民才会好 我相信民众党绝对有能力 以科学 理性 务实 的原则 带给台湾繁荣的未来 为台湾创造更多的商机 协助企业创新 工作机会 全民薪资才会提升 如果提到台湾 就会想到细岛 可是大家知道吗 台湾的就业人口 其实60%的都是在服务业 而半导体只占 人口就业的3%而已 也难怪 这几年 台湾的人均GDP 超越南韩 今年超越日本 但是人民却无感受 因为大部分的人的工作 都不是在半导体产业里头 以我自己当例子 20年前 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 同样都是在金融业工作 但是我台湾拿到的薪水 只有在英国工作的 还不到一半 连大家眼中的金融业的金饭碗 在台湾都感受不到 经济的成长 半导体的GDP年年成长 但带给台湾人民的工作机会 却很少 政府应该开发更多的高薪 高科技人才的产业 例如公司协力的师徒制 开创多元产业发展 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最后的时候 大家都爱喝Johnny Walker 因为我们台湾人爱说 向前走 Johnny Walker向前走 爱拼再赢 所以这种的感觉 其实是当时 因为亚洲是四小龙的首领先 而至今呢 我们已经落后了 许多国家三十年 不过好消息是 我们面前有很多的 国际可行方案 能节省很多去摸索的时间 只要开始行动 马上就能集起直追 过去台湾发展的半导体业 是由政府强力主导 挑出这个特别的产业 就像是挑了种子 种满了整片田 未来的台湾 反过来 为了要让经济翻转 不要再挑选产业 只要把 经济的环境的土壤固好 产业就能自然开花结果 各行各月就能百花其放 让全国共享 经济成长的果实 我的政见核心就是 打造美好台湾 从经济着手 民众就会从台 民众党就是台湾的水电工 面对像一滩死水的经济 我们要透过接轨国际 打通水路 让绿色 以及数位双轴转型 将国际人才的资金 解放 发展机会 都带来台湾 打造台湾一个全民共荣的未来 谢谢你们 现在请第一轮第二位候选人 赵绍康先生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主持人 吴女士 萧女士 还有电视机前面 各位观众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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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些人问我 很久都没看你出政机 这次才会走出来 我说 看民进党 这整八年 看你身来会怕 会刺 怕什么 怕两发小前 怕我们的经济越来越败 怕我们的 人家越生越少 怕我们的少年 向萨去做兵 民进党 这整八年 还是做了有好 我们台湾 不像今天这样 还是你感觉 民进党做了有好 你就继续支持民进党就好 还是你感觉 这八年越来越败 台湾越来越没见度 现在就是 多人多动 做看看 侯友宜 赵绍康 这组三合 我给你保证 侯友宜 赵绍康 有动算 大家都有 好日子过 大家都好康 台湾越来越和平 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 台湾的经济越来越清廉 台湾的政党 也越来越光明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 回到赖清德 他的最近很热门的万里 万里的公寮 实在看不出 那是一个公寮 我去查了一下 他的土地 这是他的权状 土地的权状 房屋没有 因为房屋根本没登记 房屋根本不是一个 合法的房屋 那土地的权状 是多少面积呢 是755平方公尺 各位 一平等于3.3平方公尺 等于228平 有一个公寮 228平吗 你看过这么大的公寮吗 公寮我们的想象都是 可能10平 20平 怎么还有228平 原来只以为是一个二层楼的房子 就算了 后来发觉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 旁边花木浮书 只插了小桥流水 那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这是公寮 赖清德前天在这里 他说 他说呢 这个 他要把他捐作 这叫什么 公益 信托公益 那我就说 他这是骗的 三大骗 赖清德的这个 这个公寮 三大骗 第一大骗 他说 矿区完成居住权的手续以后 他就捐出来 各位 那多久啊 大家知道 矿区多大 你知道吗 他现在住在万里 双溪 贡辽 平溪 瑞芳 甚至台北市的内湖南港 都是 因为内湖曾经 矿区发生爆炸 我还去看我当议员 死的人一个一个抬出来 是很悲惨 那 但是你说 要和你顾 整个矿区的居住权 通通完成 怎么可能 我跟你讲 以我对行政权的了解 他送到 经济部 矿业局 再送到各政府去 盲工一年了 三年也完成不了 所以这是缓兵之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说公益信托 公益信托就不是捐 公益信托的受益人 还是他自己 那怎么叫捐呢 这是障眼法 第三个片 二二八坪的公园 公园小楼 不是公寮 所以我到澳洲看过 到美国也看过 他旧的矿区 那都是保持原来 矿场的状况 原来的那个工人 住的那个地方 非常拥挤 非常拮据 非常可怜 怎么可能 你现在看你 怎么看得出来 是一个公寮呢 怎么看出来 他能够怀念 纪念以前的 矿工的辛苦呢 看不出来 所以这叫做 移花接木 偷龙转凤 所以我也 秀了我的 这个董事辞职书 这个辞职书呢 因为董事辞了后 董事长就辞了 总经理也辞了 我就说 我只是没签名嘛 等赖清德 你什么时候捐 忙个等了 要等到当时 投票只是要 二十几天了 你还等 等什么 你立刻捐 我立刻辞 我立刻名字 日期填山 我就迟 我就看 赖清德 到底你要什么时候 真的把你的土地拿出来 不要用这种 移花接木的障眼法 转移焦点 模糊焦点 那赖清德 他这个人很固执 但是我们常常讲说 折善固执 因为他是折二固执 南铁东移 合法的房子 刚刚跳跳跳 老太太啊 在那边哭诉 都没有 没有 台风 他说不放假 就不放假 坚持他的高道德标准 然后呢 两百多天不进台南市议会 就是为了杯葛 李全教 议员何估啊 议会何估啊 台南市民何估啊 他就不去 就是不去 我不知道了 就是说 我们如果换个立场 今天 这个公僚是我的 是我的 赖清德 以他的高道德标准 他会同意我 像他这样做吗 我请叫萧女士 我相信萧女士 也不会同意他这样做的 对不对 那他就是固执 就是这么固执啊 记不记得 我跟陈水扁 在宣台北 起床的时候 谢长廷说 我那回一块地 很值钱 我说送你啦 当场就捐了嘛 对不对 而且我是当时不愿意讲 因为太复杂 那个地不是我一个人的 十几个朋友 大家一起合买 都持分 我事后捐了 我还一个个去赔钱 赔钱给这些朋友 大家知道吗 我也不讲话 算了嘛 大丈夫一言九鼎 说捐就捐嘛 那赖清德也说过啊 他在立法院 他在立法院 在行政院长 在立法院说的啊 他说我 我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我在任何职位 不会改变 任何职位 不会改变 所以哦 如果大家担心 台湾的和平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赖清德当选 两岸会比现在更好吗 还是更坏 你想想看 美国为什么请 小美琴来做 赖清德的副手 你不放心赖清德嘛 所以哦 赖清德 他是台湾和平的恐怖分子 大家要搞清楚 好 那么赖清德前天在这里 就在这里 那不是这里的 民事的这个证件发表会 在证件发表会场 他说 他说赵少康曾经说 把副总统当成总统再选 赵少康提出的证件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照当全收 但是我们看不懂 究竟谁才是总统候选人 民众无法接受 副总统破坏宪政体制 架空傀儡总统 我要提醒侯友宜 提醒你 总统是不可能有保姆的 赖清德兄 没什么你怕我 我没有那么可怕 我们立法院也同事过 对不对 我有那么可怕吗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世卫知己者死 侯友宜既然挑了我 做他的副手 我当然全力以赴 我当然选副总统 也拼我的命 希望他能够当选 我相信萧女士一定也很努力 在帮赖清德助选 赖清德一定不希望说 你副手 不用不用 你家休息就好 我自己来 不会吧 所以呢 侯友宜当然是总统候选人 有什么问题 否则的话 前天是我跟赖清德变 怎么是侯友宜变呢 赖清德在攻瞎 你变的人就是侯友宜 另外呢 赖清德不是第一次 他之前也在讲 开记者会也在讲 口口声声 什么傀儡啦 保姆啦 用心很恶毒 他想要分化 想要挑拨 别人家里就做很多事情 不好 我请问赖清德 请问萧美琴女士 赖清德的证件 是他一个人想的吗 不需要跟很多人讨论吗 不需要集思广义吗 他都会给一个人想 我不相信 那萧女士 赖清德提萧美女士 做副手 比侯友宜提我还早 那这段时间 赖清德都没有请教 萧女士的意见吗 萧女士也都没有提供 什么意见给赖清德吗 那提供了赖清德 就是傀儡吗 那萧女士 就是赖清德的保姆吗 这很奇怪嘛 我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的刚愎致用 我仔细去翻过 侯友宜的证件 我提出来的 不到他的三十分之一 他有很多证件 等等我会给你讲 给大家报告 我在这边再强调一次 赖清德不要挑拨了 我跟你说 我跟全国的民众报告 赖清德当选就是总统 他就是老大 就是我的老板 他是我心目中的 扫黑英雄 他是新北市最好的市长 所以才能大赢林家荣 46万票 他将来一定是一个 最好的总统 谢谢 现在请第一轮第三位候选人 萧美琴女士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主持人 监察人 吴欣颖女士 赵少康先生 以及在电视机和网路前面的国人同胞 大家好 今天是冬至 天气很冷 请大家吃汤圆以外 要注意保暖 我是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 萧美琴 一个月前 我还是中华民国的驻美代表 在更早之前 我担任了世界的立法委员 从海外的侨选立委 到台北市的立法委员 2010年 我投入花莲的立委补选 虽然当时我没有当选 不过我还是选择留下来 在花莲经营耕耘了十年 对民进党来说 政治上 花莲是个艰困选区 但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学习贴近基层的声音 更认识社会多元样貌的地方 这十年间 我更深刻更体会到 什么是城乡差距 以及身为政治工作者 我们所要有的耐性 坚持与毅力 在花莲 我远离台北的政治核心 也并没有太多美光灯的青睐 千百次的北回线通勤 往返农村与都会 铁公路之间的转成 其中虽然有一般人难以体会的 身心辛苦和疲累 但是想要解决问题 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的使命感 一直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这次参选以来 我的对手阵营 对我的国籍 以及台湾的认同 不断进行攻击 我虽然不感到意外 但是也感叹 为了选举一定要这样吗 我愿意再一次清楚地说明 我的父亲 是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台湾人 所以我有中华民国国籍 我的母亲是美国人 所以我出生的时候 也有了美国籍 过去我曾经拥有双重国籍 在2002年 我放弃了美国籍 而现在 我只有自出生以来 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的 中华民国国籍 这一点内政部跟中选会 都已经公开说明 如果还有人继续拿我的国籍 做选举操作 不是不专业 就是刻意误导 我相信全国的民众 都不希望在这样的谣言 跟假讯息中 被一直传播下去 选举是为了让国家更进步 不是为了要分裂社会 在这场选战当中 比攻击我的国籍 还要更夸张的事 也是不少 包括消费早年 矿工居住困境的这个问题 另外 副总统监督总统 以及说我是美国 派来兼军 未来的赖总统 这些主张 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依据中华民国的 宪政体制 副总统是被位元首 不是兼军 不是保姆 也不能跟总统分享权利 赵少康先生 是我的政坛前辈 你从政的时候 我还是学生 也一直认为你口才很好 但是有一些理念 我有不同的看法 记得三十年前开始 您就一直说 如果民进党执政 中华民国会灭亡 这三十年来 台湾经过八次的总统大选 蓝绿政党的候选人 都当选过 中华民国没有一天消失过 中华民国的国旗 每天都在总统府升起 我相信全国的民众都知道 真正想要消灭中华民国的 不是民进党 而是至今无法正视 我们存在的中国共产党 你们一样不愿意面对 宁可分化这个社会 也不接受这个事实 煽动仇恨或许可以激化选票 但是赢了选举 却输掉了国家的向心力 难道这是大家 所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报告 为什么要支持民进党 过去的这半年 侯市长和柯主席 一直在蓝白河的话题当中打转 而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除了反对民进党以外 的任何理念的结合 没有看到政策的整合 只有看到权位的分赃 为了谁是正的 谁是负的 最后上演了君悦酒店这出闹剧 在台湾政党发展的史上 写下了丑陋也可笑的一幕 蓝白河不河对我来说 都不是重点 因为人民想看到的是 每一位候选人 能把他的政见 政绩和能力拿出来比 让所有的选民来检视 我看了前两天的总统政见发表会 我听到柯文哲先生提出的一些政见跟看法 都觉得似曾相似 原来是民进党已经在主张 已经在做的一些事情 例如他主张要以对等尊严的立场 来处理两岸的交流 对等尊严是我们多年的态度 例如他提出年轻人关心的居住正义 应该要广见社会住宅 加上赋税改革 以及补助来解决 这也是民进党一直在做的 他甚至提出 在外交政策上 要走蔡英文总统的路线 如果是这样 就应该让有经验有能力 已经在落实的民主进步党 继续做下去 过去八年 股市从马英九卸任那天的8100点 上升到现在将近18000点 GDP从17兆新台币 成长到现在的23兆 出口总值增加了七成 台湾对欧洲成长超过五成 对新南向国家超过六成 对日本出口成长超过七成 对美国更是超过120% 证明民进党就是比国民党懂得拼经济 过去八年 基本工资从208元 明年将调高为27470元 长照支出从不到50亿 明年即将增加到800亿 幼儿照顾的预算 从150亿到今年已经超过1000亿 再次证明 民进党就是比国民党 更懂得照顾人民 或许大家会说 执政党把事情做好是应该的 没有错 但是我想请大家想一下 如果未来是蓝白执政 台湾会发生什么事 台湾将回到八年前 那个眼中只有中国市场 没有世界舞台的台湾 那个年轻人只领22K的台湾 那个经济不振 国家未来方向不明的台湾 如果蓝白赢了 好不容易逐渐摆脱 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又要走回头路 锁回中国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主要工业国 都在去风险化 极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加上中国经济危机重重 青年失业率高涨 台湾重新走回 依赖中国经济的老路 真的是对的吗 侯市长说 最大的篮子也要放鸡蛋 但是最大的篮子 如果破了洞 而且暗藏风险 你们还要把更多的鸡蛋 放进去吗 还有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长照2.0 还能不能走下去 好不容易增加的育儿津贴 公共幼儿园政策 会不会停下来 好不容易启动的社会住宅 会不会不盖了 国基国造 国建国造 会不会停摆 殡议制度改革 如果走回头路 会不会让国际社会觉得 台湾没有自我防卫的决心 只想依赖中国的善意 来维持和平呢 这些已经在执行中的政策 如果放弃了 如果改变了 可能造成的风险 是每一个竞选总统的人 必须清楚告诉人民的事情 世界正在剧烈的变动 地缘政治正快速变化 全球产业链的重组 也正在进行中 数位转型与气候变迁 也正冲击全球的经济 在变局中管理风险 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 这些都不是用 吼吼做事 这样一个口号 就能解决的问题 也不是喊一喊 把国家还给人民 就能够确保国家的进步 赖清德跟肖美琴 有经验 也有能力 民进党来做 一定会比其他政党更好 请支持稳健向前 二号的赖清德肖美琴 谢谢 现在请第二轮第一位候选人 吴新颖女士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我主张强化治安 从源头解决诈骗犯罪的问题 台湾必须要安全 从治安到国安 人民都需要有保障 2022年 以及2023年 年度的代表字票选中 骗 以诈 分别入为前三名 根据统计 几乎 台湾每一个家庭 都受过诈骗讯息 每年遭诈骗的金额 更高达2000亿元 快要可以再播两次的五倍券了 近年来 我国诈骗犯罪严重 甚至于被称为诈骗之导 人心惶惶 首先 我主张引进 欧盟的GDPR 也就是欧盟的个资法 台湾的个资法 落后先进国家30年以上 而欧盟的个资法 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采用 我们只要经过修法 就可以让民众成为 自己资料的主人 我们有严重的资安外泄问题 诈骗集团 能够很容易地取得 我们的个资 尤其在疫情期间 我们都留下许多的实名资料 你们知道这些资料 都拿去哪里了吗 修法后 将能有效保障人民权益 不管是国家 政府 还是企业 都必须 更严谨地 保护个资资料 避免资料外泄 第二 打诈要同时 上下游进行 才能有效解决 台湾诈骗的问题 严重到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政府掌握不到诈骗的所得 90%的诈骗 也是透过虚拟货币转走 执政党到现在 对于虚拟货币的交易管制 以及洗钱防治管理 距离国际的标准 还差得很远 将虚拟货币纳管 不只是能增加 政府的财收 也可以保护纳税人 做好资安保护 我们也将要硬体纳入规范 从个人到国家 资安都息息相关 在数位化的时代 资安已经能够 在实体的世界上 对我们造成影响 在2021年 美国的石油运输管线 曾因为遭骇客侵入而瘫痪 你们能想象 假设台湾的高铁控制系统 被骇客侵入 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是否记得 去年 众议员裴洛西访台的时候 我们有许多重要的政府网站 都被瘫痪了好几个小时 而我们在民间的话 会及时就能恢复才对 我认为要立即推动 台湾的数位转型 强化数位的坚韧性 并且建立 变明数位的环境 数位转型将发生在 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产业的AI报告 也常提到 AI对产业的冲击 有四大面向 包含金融服务 生命科学 软体 以及零售业 所以我在立法院 就提出了三部 跟个资跟资安有关的法案 包含 个人资料保护法 自通安全管理法 以及人工智慧基础法 但因为 民众党只有五习委员 力量薄弱 而无法顺利推动 是有些可惜 第三 我要强调 政府要落实 数位转型 也要让民众有感啊 除了能够提升 行政效率 更能促进 民主参选 以不在籍投票为例 受惠人就高达 两百万人 其中包含 投票当天 因为工作 求学 或是无法返乡的民众 台湾被称为 科技岛 我们可以推动 电子投票 利用科技提升 投票 让百分之十 保持沉默的人 有机会 全民参与 民主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可以 自称为 民主的灯塔 如果民众党执政 我要建立一个 以人民为中心的 数位行政体系 类似日本的 Japan Go Digital 的计划 日本与新加坡 李光耀学校合作 筛选官员 以及企业 去进修 数位的知识 透过公司协力 把一些社会的问题 不论是 长照 农业 急难救助 等一些问题 做成一些 用科技的方式 来解决 实体上的问题 这样同时 也可以推动 政府的 数位化 转型 同时 我也要推动 一站式的 数位服务 让民众 只要一个网站 就可以办 所有的事情 查所有的资料 政府的数位化 很重要 不只是服务人民 更能够强化 产业的竞争力 以数位医疗 发展 来说 2022年 全球市场的规模 6兆元新台币 台湾有强大的ICT 以及生技 医疗产业 若两者能够 强强结合 将打造台湾 的产业的新引擎 也可以增加 许多的就业机会 此外 数位医疗 还可以有提升 更多的人民 健康的福祉 节省医疗资源 的消耗 未来 你们也可以 不用亲自 前往医院 就能在家里 接受 更高品质的 诊断 以及照护 也能减少 医疗的过程 的碳排放 台湾在 数位 时代的 坚浪 政府必须要 完善的 各资管理架构 在国际上 虽然已经有 许多的 立法的 值得参考 但是 我们的政府 却连超 都不会 只会在 原地踏步 台湾的经济 要维持 发展的 动能 推动 数位转型 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策略 我们只要 用制度 把土壤 顾好 好的 种子 自然 就会 发芽 讲到 数位 转型 我们也 想到 绿色 金融 转型 如果 民众党 执政 我们会 考虑 发展 绿色 金融 主动 邀请 超越 以及 利益团体 来讨论 可行 方案 广大 投资 绿色 金融 基础 来 开拓 绿色 净银 碳排 的 商机 加速台湾的 净铃转型 并透过 绿色 金融 让台湾 能领先 从绿色 金融 做 绿色 金融 外交 许多人 可能不知道 台湾的 主权 性贫 是 双A 加 在亚洲 就紧 去 新加坡 我们是有 条件 能发展 气候 金融 吸引 国际 投资 促进 产业 都市 永续 转型 台湾 应该 让 资产 管理的 企业 让国际 资金 松绑 让证券 交易 民营化 引进 国际 的人才 专业 的人才 成为 亚洲的 资产 管理 中心 成为 下一代 的 永续 发展 2050年的 净铃 碳排 是风险 也是一个 机会 不论是 欧盟的 CBAM 美国的 CCA 国际上 的RE100 都是对 台湾的 制造业 造成 冲击 未来 超过 三成的 出口 产品 都是会 被课税 台湾需要 做好 碳定价 不要让 台湾 被剥 两层皮 以欧盟的 碳关税 CBAM 来说 台湾的 产值 冲击 超过 500亿 更有 超过 1900家的 相关 厂商 会被 影响 台湾 有四成 的GDP 是来自 制造业 这会影响 多少人的 就业人口呢 我们的 竞争 对手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中国 早已都实施 碳税 碳排放 交易 台湾 是大的 制造国 碳排 减碳 如果做不好 恐怕 都会 踢出 国际的 供应链 我们必须 务实的 减碳 讨论 无论如何 都要以 核能 作为 过度 能源的 使用 我因为 从业界 出身 也知道 碳税 的重要 在立法院 便不断 要求 环境部 加速 碳定价的 十年 途径 让产业 能做 中长期的 规划 环境部 也这个月 才答应 三个月之后 会 实施 碳税条例 是 净零 法治的 最后一块 拼图 也希望 我们的 碳交易所 不能让国内 产业减少 欧盟 CBAM 的支出 以传统产业 以中小企业 不能 因为缺口 年轻人才 数位 净零转型 而前途 茫茫 民众党绝对 不会 旁 坐着 不管 谢谢大家 现在请第二轮 第二位候选人 赵绍康先生 发表证件 时间 十分钟 请 发言 我刚仔细聆听了 吴女士两轮的发言 她在第一轮里面 特别提到 经济的重要 我完全认同 所以 侯友宜 市长 在不久之前 还特别讲 我们将来 要组成的内阁 是 经济内阁 让我再讲一次 经济内阁 扯一大堆 其他的都没有用 把老百姓的生活改善 让台湾的经济 能够更好 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那刚刚吴女士也提到 说呢 为什么民进党 就死也不肯推 这个不在即投票 可以加汇200万人起码 但是民进党就是不肯 因为民进党 对我们的选民 没有信心 那另外呢 2050的近零 民进党现在呢 我看也根本做不到 蔡英文不是讲了吗 李远哲都生气啊 反正2024 我就卸任了 2025以后的事 我管那么多 那你既然不管 你为什么定个 2025非核家园呢 你怎么不定个 2024非核家园呢 要算账都不知道 找谁算了 好 那么萧女士 刚刚有讲 她说我以前就讲 说中华民国 民进党执政会灭亡 我讲这个事 不是开玩笑的 当然我讲这个话 也不是只是 对民进党讲 我也对当时的 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讲 李登辉说他不是台独啊 那结果李登辉任满以后 组织一个比民进党 还独的这个政党 台联党 大家都看得到嘛 这不是我讲的 那民进党说 哎呀这个中华民国国旗 在总统府每天都升起 其实很多民进党执政的地方 是不升中华民国国旗的 你现在看到中华民国国旗 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 升的比较多 连国庆的时候 民进党的各种大典的请贴 都没有中华民国的标志 都没有国旗的标志 那民进党的党纲 民进党党纲 不是就是台独党纲吗 那台独不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吗 台独难道是要保卫中华民国吗 台独难道是要支持中华民国吗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民进党跟共产党是一样的 都想消灭中华民国 共产党也想消灭中华民国 民进党也要消灭中华民国 只是现在逼急了 然后就说中华民国台湾 然后就还是不肯讲中华民国 你就想要借壳上市 假借中华民国 去遂行你台独的主张 大家都知道 否则的话 为什么连美国三个重要的学者 葛来一他们要赖清德 把台独党纲废了 或是把他冻结 赖清德就毫无回应呢 是谁在立法院说 我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后来改口叫 我是一个务使台独工作者 但是我在任何职位都不改变呢 那台独不是就要消灭中华民国吗 那如果不是我们出来大声疾呼 不是我们出来阻挡 那不是台独成功的中华民国 就完蛋了吗 所以小女士刚刚一直讲说 他守护中华民国 我真的觉得有一点 不知道精细何系 那当然了 就是说 我们当然希望分散市场 民进党也喊了要南向 喊了半天 那民进党南向的什么呢 对大陆市场依赖比以前更多 我主张将来 我们除了南向 我们要注意印度的市场 我们要注意中东的市场 我们甚至要注意非洲的市场 那将来都是有无限潜力 无限潜能的 那另外呢 这个民进党说 不要靠单一市场 我完全同意 最好能够分散市场 对不对 但是民进党去年 还是靠大陆 赚了 台湾赚了大陆 1500 1600亿美金 还赚这么多钱 大陆去年 在美国 4000亿美金 里面前20名的出口商 前17大都是台商 所以你说要断 那你去断 我很赞成 蔡英文不是讲过吗 所以如果她当选 EGFA 她就要把它取消了 那取消了没有呢 不但没有取消 最近还说 不应该取消 不应该取消 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那不是这个 这个做一套 说一套吗 大家红心 民进党承诺 大家的社会福利 我们执政以后 全部照保留 还要加码 绝对不会删减 另外呢 这个我真的觉得 小女士也好 民进党自我感觉 蛮良好的 她刚刚举很多数字 马英九那时候举数字 就被民进党笑 这是冷冰冰的数字 他们现在去重复 举出一些冷冰冰的数字 说他们很好 等等一堆 如果民进党执政这么好 为什么有60%的选民 都希望换党执政 换人执政 对不对 我刚也讲 也许有人是觉得 民进党执政 那就继续支持民进党 民主政治本来就是这样 做好继续做 做败 换人 换动 就是这样子 好 我还是要回到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 前天在政见发表会说 他说在中国的眼中 出来选总统的都是台独 大家都变成台独了 这种说法完全是赖皮 赖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不要赖皮 我要郑重地说明 像赖清德这样 不认同中华民国的 才是台独 赖清德在国家的时候 高举台独万岁 台湾独立万岁的标志 我想大家都记得 那萧美琴副总统候选人 也曾经说过 We no longer identify ourselves as a Republic of China 萧美琴讲过这话 翻成中文就是 我们不再认同 自己是中华民国 那现在又变成 中华民国的守护者 这不是有一点 让大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们 我们侯友宜跟我 我们是真正拥护中华民国 我们是有名有实 你们是掏空中华民国 是有名无实 嘴巴讲中华民国台湾 其实在掏空 想尽办法掏空 政治人物真的要 表里如一 不要言行不一 好 那国民党 在这边我再次强调 国民党绝对不是一个 亲中政党 国民党是永远的反共 它怎么会是亲中政党呢 从两讲它就是反共 我们永远捍卫的是 中华民国的政党 这几年因为美中冲突 所以中国大陆的军机 天天越中心到台湾来 那民进党呢 却不了解中国大陆 完全不了解共产党 那这就是我觉得 是民政党对不起 台湾民政党的地方 你要了解啊 你不能不了解啊 知己知彼啊 那美国跟中国冲突 到最强烈的时刻 像最近 他还是要谈啊 还是要沟通啊 更要寻求高级的谈话 拜登一直希望 跟习近平见面啊 而且还希望军事上有沟通啊 大家都看到啊 小女士一定知道啊 他在美国那么久 对不对 那 这也是我们主张的 两岸之间要谈 不能不谈啊 而且甚至两岸 还要建立一个 军事沟通的机制 免得误判啊 所以我为什么主张说 老公要允许我们 派军事观察员 他不能来 但是我们去 因为我们没有打他嘛 但我们怕他打我们啊 所以要建立一个 互兴的机制 你的战机 不要再越过中线来的 你这战舰 不要再绕台湾了 你的什么山东号 辽宁号 不要跑到我们东方去了 好像对我们花东造成威胁 让我们很害怕 所以呢 国民党 不管再朝或再野 从来没有放弃过 军事的准备 什么时候放弃过 现在的潜见 也是马英九时候开始的啊 对不对 民进党呢 说国民党吓唬人民 其实民进党才吓唬人民 有的说两岸很危险 有的说两岸不危险 那到底是危险还是不危险呢 那 民进党只是拿中国的威胁 当成他选举的筹码 来欺骗选民 来威吓选民 面对大陆的军事威胁 我们的主张 当然要有长期的备战嘛 但是你备战的时候 你不能忘记 要try 要尝试各种和平的可能啊 和平的管道啊 像民进党这样 跟老共现在执政八年 老死不相往来 什么都不谈 遇到事情只会骂 只会指责 能解决问题吗 解决不了问题啊 蔡英文时候都已经这样了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赖清的当选 两岸关系会更和缓吗 会更和平吗 还是会更紧张 更有战争的可能 没有 你为什么兵役要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呢 国防预算为什么要从三千亿 这个增加到六千亿呢 特别预算为什么要增加到五千两百亿呢 这就数字在那边讲话嘛 所以各位好朋友 我们有信心 侯康如果当选 两岸不会对撞 因为我们一定要设法跟对岸沟通 然后呢 这个不会一触即发 不会一触即战 那另外呢 这个 讲实话了 那我们的国安人员 宪兵啊 委案人员 我想你们选择这个职业的初衷 一定是要保卫国家嘛 保卫中华民国 怎么会跑到外里去保卫一个违贱的 这个公僚呢 你不想想看 不是很羞辱你们吗 所以呢 这个民进党执政八年 除了抗中 仇中 这个 一再强调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 一事无成 所以民进党常常讲 他要做清廉 清廉勤政爱乡土 我真的觉得 现在真的是贪腐专政 爱昏迷 爱什么乡土 那 郭台铭的时候买BNT疫苗 谁党 谁主党 谁主党 民进党主党啊 有真的在乎老百姓的死活吗 民进党有良心吗 还是只是 只会保护高端的股价 高端股价 查了一下从 28块 涨到417块 市值 从30几亿 涨到800多亿 谁赚的钱了 钱到哪里去了 这个不要查一查吗 将来不要好好的测查一下吗 当然要测查嘛 所以为什么要主张 这个恢复特征组 就是要把这些贪官污吏 通通抓出来 这才对得起老百姓嘛 谢谢 现在请第二轮第三位候选人 肖美琴女士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在上一轮的发言 我提到世界正在改变 地缘政治在变 全球供应链也正在重组中 数位转型和净零的挑战 也不断地考验着我们 作为国家的领导人 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掌握时代的趋势 化危机为转机 带领台湾走出一条 稳健而又创新发展的道路 赖清德所提出的国家希望工程 就是要把台湾打造为 民主和平创新繁荣 以及公益永续的台湾 我们要全面投资人才 创新产业 我们要帮大家减轻家庭的负担 让有需要的人受到照顾 我们更要为我们的下一代 创造更有力的发展条件 过去几年 因为经济的成长 政府财政得到更大幅的改善 在财政可以负担的前提之下 我们觉得应该要扩大政府的投资 强化各种公共服务 减轻一般民众在托育 教育 照顾和居住的负担 前两天 赖副总统 已经在证件会 跟大家宣示过 这个照顾人民生活的使命 今天我想特别针对 私立大学学费的补助 再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台湾的高等教育 长期存在着一种 反向分配的特殊现象 也就是说 在比例上 家境比较富裕的孩子 更有机会进入 收费比较低的公立大专院校 而家境比较困难的 反而有很多就读收费比较高的失效 毕业后立刻要承担 沉重的学贷压力 因此政府优先选择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不但主张高中职全面免学费 更要缩减公私立 大学学费的差距 每年补助私立大专院校学生 三万五千元的学杂费 逐步落实教育平权的理念 另外我们也要扩大投资 技职教育 充实学校的设备与师资 让我们的孩子能有一技之长 同时为产业培养优秀的人才 赖清德也要成立百亿学生 海外圆梦计划 让更多的大学生 有机会到国外去增广见闻 开拓人生的视野 建立面对世界的自信心 我们的对手一开始批评 这是大撒币 但很快也就采纳了我们的政见 甚至还继续加码 显然他们也感受到 台湾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们始终相信 选举是理念的竞争 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选举不一定是要争锋相对 不必为反对而反对 好的政见大家相互学习 共同支持 然后让我们的社会更进步 更和谐 这就是民主的力量 也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 接下来 我想要跟大家报告 再生能源的发展 2050年 净零排放 这是台湾身为国际社会一份子 应该要有的责任与义务 更具体的是 世界知名的企业 包含微软 Google 苹果 以及台湾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 都是再生能源100 也就是RE100 倡议的签署企业 在承诺期限 包括他们的供应链厂商 都要百分之百 的使用再生能源 然而RE100 所定义的再生能源 并不包括核能 所以我们在拟定能源政策的时候 必须清楚地掌握 国际的趋势 积极地与世界接轨 才不会因此走错路 让产业曝露在 可能被国际供应链 排除在外的风险 2016年 蔡英文总统上任后 推动了台湾第一次的能源转型 全面加速再生能源的发展 不但提供产业所需要的绿电 更让绿电的发电量 在去年超过核电 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动 第二次的能源转型 要发展多元的绿能 再加上深度的节能 科技的除能 以及智慧的电网 除了传统的太阳能光电 以及风力发电之外 也会积极地部署 包括氢能 地热发电 升职能 海洋能 等前瞻的再生能源 预计2030年 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 将提高到30% 超越燃煤发电 加速电力系统 去探 接轨国际的共识 至于核能发电 侯市长与科市长 过去都曾经反核 但现在变成总统候选人以后 也都拥抱核电 政治人物的理念和主张 不能只为选举 应该要有配套 要有解方 也要有逻辑 美琴和赖清德都认为 有关核电的讨论 应该排除选举的考量 回归到科学的论证 也唯有核安能确保 核废料能获得处理 同时社会有共识 台湾才有讨论 进一步发展核电的空间 但现阶段这三个条件 都不存在 科学诚信务实 是我们面对核电的态度 相信也是全国国人 共同的期待 最后我想谈谈台湾的国家安全 也就是要壮大台湾 守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维持台海和平的现状 我的对手常说两岸要沟通 我完全同意 民进党还有蔡英文政府 从来都是秉持善意 期待两岸不预设前提 建构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互动模式 来进行对话和交流 我们有善意但不软弱 存善念却不天真 有理想而不幻想 我们务实地了解 必须要有实力 对话才会有意义 人民才会放心 国民党主张要重启服貌 显然他们对国际 环境的认知没有更新 还停留在十年前 甚至三十年前 中国还在改革开放 韬光养晦的年代 台湾的青年世代 已经在十年前的学生运动当中 表达对服貌的忧心 在21世纪的今天 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全世界先进的工业发展国家 都在去风险化 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难道我们要背道而驰 我们认为国防与经济实力 是台湾最大的安全保障 也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 我们强化国防 是为了要提升台湾的贺阻力 我们寻求贸易的多元布局 是为了寻求经济的安全 我们和世界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 发展关系 是为了让台湾走向世界 我们秉持善意 负起责任 更是要建立健康有序的 两岸交流 降低台海紧张关系 确保和平的现状 我们恢复义务役一年的疫期 同时调整训练内容和强度 并提高义男的待遇和福利 因为我们相信 兵役制度是为了让我们更强 更扎实 而不是在浪费青春 这段时间 我听到很多人在讨论 我们自制的永英号高轿机 还有海坤号潜水艇 我们也组了无人机国家队 大家心中都充满着骄傲 未来我们会继续 国机国造 国舰国造的政策 并且提供 国军最现代化的训练 最好的待遇 让大家在保卫国家之余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我的对手一直枪口对内 对台海情势的紧张 归咎于民进党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 真正的原因 是中国近年来以威权之姿 不断的向外扩张 企图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现状 即便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中国军备的扩张 从来都没有停过 台语有一句话 也就是越软弱就越容易被欺负 这是历史教训 也是国际现实 我们强化国防 是为了避免战争的发生 我要在这里向全国国人同胞宣示 赖清德肖美琴 主张要捍卫台海和平的现状 我们不会让台海爆发战争 选择赖清德与萧美琴 我们会努力捍卫台海的和平 印太也会和平 谢谢 现在请第三轮第一位候选人 吴欣颖女士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数位医疗跟数位健康 是基本的人权 十多年前我在非洲 看到的兽医就已经经过数位 来替加储来做看诊 所以我主张台湾也应该 加速推动数位医疗 利用科技客制化 让我们的医疗健康 能提升到照护的品质 让身体的状况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能实现精准医疗 同时 数位医疗可以走出医院 成为覆盖整个社区 从睡眠 饮食 日常生活切入 达到防治甚为治疗的效果 从照顾民众 从医院到社区 释放的物理智能师 职能治疗师等 促进健康的人才 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服务更多的民众 数位医疗以及数位健康 也可以带给我们三大好处 第一 可以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让健保不用向人民再收更多钱 就可以永续经营 第二 减少医疗工作的量 让医事人员不过劳 第三 放宽远距医疗 能让超过700万的慢性病患者 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都可以简单地获得服务 数位健康可以让我们 做得更多 而投资健康 也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 医疗是投资而不是支出 我主张政府要增加 对于健康的投资 再穷也不能穷健康 但台湾的人均GDP 虽然超越韩国 但民众的健康情况 却不如韩国 在平均余命 婴儿死亡率 等重要健康指标上 全面落后 2021年 台湾政府花在每个人身上的 医疗健康支出 只有韩国的三分之二而已 另外 我主张健保点值 就要有1比1.1为目标 让医疗院所能够稳定经营 才能帮应事人员加薪 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医师 护理师 执治师 物理师等医事人员 不血汗 不关病床 服务不打折 民众才有健康保障 至于投资健康的裁员 我主张 成立主权基金 让政府 有能力照顾人民 我认为 国家不能老是 跟人民的身上拿钱 而是要靠自己赚钱 而促进人民的福气 台湾每年都在炒健保 几年后才会倒 台电亏损几千亿 民众也很担心 劳退会不会领不到 健保费会不会再涨 长照基金会不会倒 尤其是我身为女性 更要站出来说 这些社会福利 如果不完善 传统上常常都是 家庭中的女性要承担 照护家里的病人 长辈 因此就造成 台湾的女性 劳动参与率 比日本还要低 这些女性的经济 没有保障 还可能成为下流老人 当然 人民的退休生活 需要政府跟民间 共同努力 我在立法院也提出 劳退条例 希望能修法提供 有些民众的诱因 让台湾目前只有 13%的自体比率 能竞速 感觉于 OEC的51%的水准 为退休金 做好准备 而政府的方面的努力 民众党也是提出 长照支出提升到GDP 1% 提供照护者的 现金给付 让人民有感受 到政府的照顾 但 我们不是 开空支票 而我主张 台湾应该用 主权基金赚的钱 补贴 健保 长照 让政府更有能力 让人民 有更好的生活 国际上 早有许多的国家 例如 爱尔兰 挪威 日本等 都利用主权基金 投入社会福利政策 面对高龄化社会的问题 国际上的主权基金 有许多成功的案例 只看政府 有没有决心 跟担当 外界可能会有些担心 主权基金的经营绩效 会不会像四大基金一样 事实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提出来的主权基金 将 是百分百 投资海外 投 基金 同时 不是投码头 机场 或是一些高风险的投资 而是透过资产配置 追求比较低 风险 大约 百分之七 到百分之八的 合理报酬 例如香港的主权基金 债券 以外 投资比重 只要有多百分之二十 投报率 将会是提升到百分之四点五 这也是比现在央行的百分之二点六 来得高 透过这样的储蓄型的主权基金 台湾就能 提升我们的人民购买力 打败通膨 为下一代 带来保障 至于要解决央行 认为外汇存底永远不够的交力 我还是一样一句话 与国际接轨 就能解决我们一半的问题 虽然我们不是IMF的会员 但是我们可以争取 向日本等国家签署 央行货币互换协议 Central Bank Swap 我们也可以学习 知名的主权基金 建立 独立 决策的人事制度 公开透明监督 让人民得到信任 主权基金能支撑 台湾的未来繁荣 是给我们人民最好的礼物 政府要相信专业 学习国际经验 要用决心跟执行力 来应对我们下一代的挑战 新加坡的GIC 在1981年 当时是吴清瑞副总领的执行下 只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就成立 他退休的时候 李光耀写一封信 感谢他说 新加坡这一代 能去植物园鸟园圣头沙 甚至于听到新加坡的交响乐团 都是因为吴清瑞 当初涉猎GIC 才造成新加坡现在能享受 现在的生活 台湾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要设主权基金 不是一个yes or no的问题 政府必须要有执行力 我想告诉所有的民众 台湾需要改变 改变就是现在 请把这个执行力 交给最有能力的科营配 一起来改变 最后总结 我想分享就是说 我是一位新手妈妈 台湾的未来 跟我孩子的未来 我希望能打造一个 有发展性 有竞争力的台湾 我最主要的目标 这就是我最终的目标 我也希望全力以赴 能守护台湾的未来 台湾具有非常好的 人文环境跟潜力 比如 戴姿营 李安 捷安特 台积电等台湾之光 在国际舞台上 发热发光 培养的人才 与产业 也打造美好 台湾的基础 所以我主张 透过国际连结 数位转型 绿色金融 永续医疗 主权基金 对内解决产业 民生 医疗等问题 对吸引企业 来投资台湾 提升国家竞争力 创造繁荣光景 选举现在只剩下 二十一天了 你的票 可以决定 台湾的未来 过去新盈 在企业服务客户 现在新盈 需要你的支持 来服务 所有台湾的民众 请你给科营 一个机会 给民众党 一个机会 让我们用科学 理性 务实 打破政治的包袱 用专业公开 透明打造一个 干净和平的社会 这一次 我们要当自己的主人 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 请支持 一号 柯英佩 把国家迎回来 谢谢大家 现在请第三轮 第二位候选人 赵绍康先生 发表证件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刚刚听了吴女士 谈这个主权基金 我是赞成的 事实上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我就曾经建议过 我现在新加坡 淡马锡 他们都做得非常成功 马英九也很重视 他交给中央银行 但是后来大概有各种主力 所以我是支持你 这种看法的 那基本上 我再强调一次 国民党反共保台 从来没有动摇过 那刚刚这个小女士 也提到很多了 说他们要做 这个要做 那个 那我就不解了 你民进党已经执政八年 为什么都不做呢 为什么现在才要做呢 很多是早就可以做的 比如说八次两表 会提出来 说八十岁以上不用了 七十岁以上 有癌症二期以上的 或是重大伤患的 也不用了 民进党立刻就来简化八十两表 你早就可以做辩明的措施 你通通不做 人家提出来你才做 这很奇怪 民进党有两块神主牌 一个是台独 一个是反核 拜登已经当面跟习近平讲 他不支持台独 那民进党还是坚持 报这个台独的神主牌 叫他放弃 他也不要 那是不是请小女士告诉我 前世有哪个领袖 现在支持台湾独立 是美国总统 还是日本首相 还是英国首相 还是法国总统 还是德国总理 谁支持呢 对 你民进党现在做的事 都是跟世界潮流 相对 相向而行的 核电也是这样子 以前我也反核 但是那是以前 那以前核废料 核安全当然重要 但是现在发觉 地球暖化更糟糕 对不对 我的父亲 废线癌过世 我的母亲 废线癌过世 连我四十几岁的秘书 几个月前 都废线癌过世 我们周遭一堆朋友 特别年轻的女性 特别多 也不抽烟 也不炒菜 也得了废线癌 这个当然 都跟空气污染有关 都跟PM2.5有关 所以 你们的2025的 所谓能源政策 那是彻底失败的一个政策 萧女士 也许你不知道 台电去年赔多少钱 知道吗 台电去年赔5000亿 中油赔多少钱 知道吗 中油赔5000亿 因为天然气 今年中油还要赔几千亿 台电还要赔几千亿 这都是名指名高 这个钱拿来 做什么不好 就是为了你们的一个理想 一个理念 然后那个空中楼阁的一个理念 让台湾的能源 陷入这样的危机 错误的政策 比贪污还可怕 这是最好的理智 最好的民政 而且你们 讲了半天 就是不要核电 在COP28 我想吴女士也刚回来 美国 日本 法国等22个国家 都已经认为 在2050年 核能的设施 发电要是现在的三倍 那你们就是 非要跟国际唱反调 对不对 就抓了一两个 绿党 然后我就是偏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要跟台湾人民 过不去呢 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整个 整个世界的潮流过不去呢 这点我也想不懂这个道理 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好 那刚刚这个 萧女士也提到海坤号 我就跟你来讨论一下 海坤号一共前后花了多少钱呢 530亿 那美金17亿多 这是天价 我们当然支持 我们的国建国造 我们都支持 但是 你总要 总要 价钱合理嘛 对不对 那 2019年南韩大雨造船厂 卖的三艘Type 209潜舰给印尼 多少钱 和美金 3亿4千万美元 台币110亿 我们是530亿 注意哦 日本最大型的潜舰 它这个大金级 金鱼的金 叫做雷金号 那前不久才下水 我们那个海空号还没下水 那造价呢 700亿日元 和台币150亿 比台湾还大 排水量3000吨 比我们多500吨 各项设备都很先进 我们海空号连 潜水艇很重要的 水下崛气推进系统 AIP都没有 我们花这么多钱 你知道它第一艘吧 对不对 但是也太多了吧 将来本来还想一口气 把第二艘到第八艘 4千亿 通通偷渡过去 所以不是我们 就是说该花的钱要花 但是不应该浪费 美国要卖我们四架 这个死神MQ-9 无人机 四架卖我们6亿美军 我想肖代表一定知道了 最近夜门把美国一架 在以色列的MQ-9打下来 我们看媒体灯 造价3000万美金 奇怪 我们是一架 1亿5000万美金买的 为什么夜门打下 美军说3000万呢 那中间到底差价去哪里了呢 那到底谁赚了这个钱去呢 我们需要武器 我们需要防卫自己 我们需要最好的武器 但是我们不应该做冤大头啊 好那么 另外呢 看看台南的八八枪案啊 黑道白道 各种绿能蟑螂 把光电都吃了 所以你看看 多少民进党人牵涉在里面 贪腐已经变成民进党的DNA了 民进党执政八年了 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民进党这些大官吃香喝辣 绿能蟑螂吃香喝辣 一般人是怎样 那肖女士 你知道现在一块鸡排多少钱吗 一杯珍珠奶茶多少钱吗 一个一块鸡排 原来是35块 40块 现在90块100块 原来一杯珍奶 25块35块 现在要50块到100块 你跟我们讲说 经济成长多少 GDP多少 老百姓的感受是这样子 老百姓的心之所得 已经赶不上物价的飞涨 这是切实的感受啊 痛苦指数越来越过越多 各位好朋友 我们的青年朋友 绝对不是草莓族 不是艳世代 不是躺平族 现在的青年最大的痛苦 是没有机会 没有发挥的余地 有志难生 每一张Uber Uber Eats 每一张Panda Food Panda 订单的后面 都是一张一张年轻的 台湾青年的脸孔 所以很多年轻人被逼到柬埔 才去打工 被人家骗 被人家杀 只有网军1450发大财 只有民进党的绿油的金主发大财 一般人真的感受到 感受到经济的成长吗 感受到经济的好处吗 刚刚小女士说 国民党要开放福贸 不是 后宜再三强调 EGFA不能停 货贸优先 福贸要保障台湾的服务业 只要影响到台湾服务业的 统统不能进来 赖倩德乱讲一通 说什么开放福贸 会有5000万大陆人来 你说什么 5000万 台湾人的两倍 这时候想起来的 谢长廷以前说 EGFA不能通过 EGFA通过 变成了 男人找不到工 男人找不到工 这边要去黑龙江 哪一个人现在都要黑龙江去 所以就是开始 然后那个时候直行的时候 就说不行 直行老共会木马屠城记 会降落总统府 把总统像以前 灰青二地样掳走 那结果呢 每天就讲这个吓人话 大陆昨天宣布 明年1月1号开始 终止12项石化产品 那当然了 就是说 可能对经济不是那么大 但是你怎么知道 他下一步做什么 而且可能影响我们的就业 就业传统产业 就业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那民进党说 我们要到WTO去申诉 好啊去啊 我们也鼓励去WTO啊 当时什么 凤梨啊 世家啦 石斑鱼啊 民进党都说要到WTO去申诉啊 申诉了没有 结果是什么 敢说起来啊 不能嘴巴讲一讲 让我们吃爱国世家 爱国凤梨 然后就没有结果啦 你怎么申诉的 所以呢 台湾是外贸导向的这个经济 我们不能加入CPTPP 我们也不能加入RCEP 那到底我们美牛也吃啦 我们美猪 莱猪也吃啦 那到底要我们怎样呢 所以各位好朋友 民进党一再强调 这个赖清德啦 萧尼苏 他们和平 他们支持和平 那是 抢账 抢账 如果和平靠着他们 那台湾 真的是没有和平 各位好朋友 台湾必须要和平 外资才会来投资 台湾要松绑开放 台湾要成为 区域的金融中心 上市贵公司 应该配股给员工 劳退基金应该由专业经理人来操盘 大学要教大学生怎么投资理财 他们在学生的时候就知道 然后呢 跨国公司 我们要鼓励他们训练跨国的人才 那萧尼苏其实在美国工作认真 我也注意到 其实我也觉得 替台湾做事 替台湾做事很好 那老美也肯定她 比我们吴钊燮好多了 那萧尼苏说 她这次回来参选 是怕如果民进党没执政 那她就不能做她 爱这个到美国的工作 放心 我们执政一定请你继续 替我们的外交打拼 外交是不分党派的 那吴欣尹女士呢 她一直强调主权基金 我刚刚也同意了 她注意地球暖化 她一直主张二鬼外交 那如果我们执政以后 也会重用吴欣尹 吴女士的常才 不管是主权基金 不管是对欧盟的外交 对英国的外交 也都会借重 借重你的能力 各位好朋友 本来啦 这个今天的所谓 副总统的政见 什么副总统政见呢 就是总统的政见嘛 所以我其实洋洋洒洒 也准备了很多 侯有余的政见 那这个以后有机会呢 再一一给大家知道 侯有余政见非常多 谢谢大家 现在请第三轮 第三位候选人 肖美琴女士发表政见 时间十分钟 请发言 这场选举 这就是对岸 介入台湾大选 最重要的目的 有些人会说 对岸介入选举 是为了帮谁打谁 其实不止这样 对岸介入选举 不见得能操作 选举的结果 而是要在国内 制造分歧 仇恨与对立的气氛 破坏人民彼此的信任 伤害政党之间 合作的可能 打击整个民主制度的 健全运作 造成我们国际的孤立 除了分化社会以外 选举期间 我也注意到 国内有人附和对岸 一直在炒作和散步 疑美论跟依赖论 我要在这里 跟大家报告 蔡英文总统 对两岸关系的处理 就是冷静不躁静 理性不挑衅 负起国际责任 维持两岸现状 这是国际社会 信赖台湾的基础 而赖清德跟萧美琴 是能够延续蔡英文路线 最有能力的一组候选人 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 疫情期间 全世界疫苗都缺货 美国政府伸出友谊的手 及时优先让台湾获得疫苗的捐赠 当台湾受到军事威胁 外交打压的时候 也是美国跟我们充分合作 一起度过挑战和难关 也优先跟我们签署了 第一批的贸易协定 美国和台湾是坚实的伙伴 我们都相信民主 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 也都有坚定的决心 台湾是区域内 有能力也负责任的一份子 会跟爱好和平的朋友们 团结在一起 为区域的和平做出贡献 我们立场坚定 方向确立 脚步稳健 没有依赖 只有信赖 不少国际友人 反而注意到国民党的高层 包含赵少康先生和侯友宜市长 在台湾 在美国 甚至是派人到中国讲的 都不太一样 包括兵役制度 军构政策 这些外国朋友 自然会心生怀疑 感到疑惑 所以我认为 你们在散步 以美依赖论之前 才更应该要把自己的 国家安全论述 先整合好 不要再变来变去 我们的对手 也用邦交国断交 来攻击政府 把外交上我们遭遇的挫折 转换成 见烈欣喜的政治打击 我真的感到很痛心 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主权国家 本来就有权力 跟全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交朋友 走向世界 只因为中国的打压 全力封杀 我们在国际社会上 生存的空间 才会有跟邦交国 断交的事情发生 我们应该对外一起奋斗 遭遇打压的时候 一起愤慨才对 尤其我在外交界服务的这些年 虽然面对中国无情打压 依然看到我们的外交同仁 努力捍卫台湾的权益 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 台湾的外交官 需要比其他国家的官员 更努力付出更多的心血 才能够取得进展 而当我们克服万难 获得突破的时候 我们的外交同仁 更以来自台湾为荣 谢明佑有一首歌 路 路 有路 咱就欢喜唱歌 没路 咱聊家过娘 咱的外交官 每天都在最困难的路程当中 聊家过娘 最后 我要用一点时间 跟年轻的朋友说一些话 我知道你们可能觉得 民进党不够好 有一些改革也许不够快 或不够进步 我也承认 确实有些从政同志 忘了当年的初衷 在纪律上 在道德上 有疏失犯了错 让人留下不好的观感 我知道这些都是民进党政府 必须承担 也必须要检讨 反省改进的地方 这八年来 我们做了很多的事 做了很多的改革 在每一个改革的过程当中 未必获得掌声 但遭遇很多困难 却是有的 改革没有速成班 而每一次在满足 一部分人期待的同时 也需要有千头万绪 的准备与配套 才能降低不必要的风险 往往在达成目标之前 都有伤痕累累的过程 就像婚姻平权这个议题 2006年 我是台湾第一位在国会提出 同性婚姻法的立法委员 那个时候 民众的意见和社会的气氛 都不像现在 更有包容 多元和理解 2019年 经过13年的时间 台湾成为亚洲 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 大家对这个结果 感到高兴与骄傲 但是 大家也可能忘记了 推动立法的过程当中 各种的纷扰 社会的误解 对立 跟冲突 曾经是多么的强烈 在能源转型的议题上 当蔡英文决定开始做的时候 也同样 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反对和冷嘲热讽 现在还是包括今天 但是我们努力做 坚持做 克服困难 终于完成 第一阶段的能源转型 不但确保 台湾不会缺电 更持续提供 产业所需要的绿电 我举这两个例子 是要跟你们说明 民进党在推动 进步的议题上 并不是一帆风顺 在进行改革的时候 也是满身伤痕 但是我们坚持 在对的路上 和大家一起往前走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和大家一起克服 在达成目标的时候 也和大家一起 共享成功的喜悦 这就是民进党 也是我们勇于改革 和承担的精神 政府就像是一个 在国际赛事中的球队 比赛表现好的时候 我们满足 不小心失误的时候 我们会失望 因为我们有更高的期待 只是这个时候 球员反而更需要 我们的鼓励跟支持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更是一个团结的国家 最后 我想要拜托大家 如果过去这八年 你觉得在蔡英文总统 执政之下 台湾真的有进步 变好了 那这一票 拜托 请您继续支持我们 继续给我们机会 赖清德跟肖美琴 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 如果这过去的八年间 你觉得台湾虽然改变了 但是还不够好 那我想请你给 往未来继续前进的 赖清德 肖美琴 和我们的团队一个机会 让台湾继续在世界的舞台上 发光发热 让这样的台湾成为更多人 自由幸福的所在 前进不后退 一个人往前走 一百步很容易 但是历史的前进 是一百个人往前走困难的一步 我们既然已经走了第一步 就应该要往前踏出第二步 不应该再走回头路 正因为民主是我们的信念 进步是我们的坚持 我们才会聚在一起 赖清德和肖美琴 会带着大家的期待 以及赋予给我们的责任 为台湾人民做更多 为台湾人民走得更远 谢谢大家 谢谢三位副总统候选人的证件发表 今天由中央选举委员会所主办的 由公共电视所承办的 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 到此圆满集数 感谢国人的收看 也谢谢本会黄秀端委员的在场监察 随后本月26日下午2点 各位观众也可以继续在中视频道 来收看第二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 最后中选会也提醒全国的选举人 明年1月13日为投票日 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印章投票通知单 前往投票 踊跃投票 谢谢大家 满20岁的选手们准备好了吗 满20岁的选手们准备好了吗 得分秘技让我们传授几招给大家 比赛开始 不明选物消息不能信上中全会网站查询才安心 113年1月13日临时期就算投票日了 用赖脸书等各种方式拉票会被罚钱喔 投票日当天不能再进助选 错误通通out 1月13日你就是选手一起为民主得分 我20岁的选手准备好买 得分秘管 让我们团传几招给大家 第一招 投票三三步 好比千分前 他哪 也还有投票同提多 第二招 专家要领三丁票 赞票以后要给投票日票贵 第三招 6回以下以同 可以作为正义投票座 带人不用烦恼 1月13日你就是选手 赞票为民主结婚 比赛开始 来啰 本名的三部消息不一定是 其中三位网站发顺才安心 183年1月13日零点开始 就算投票日了 用赖脸书等各种方式拉票 会更返行 投票日当天不能再进助选 赞票没赞票 1月13日你就是选手 作为为民主结婚 万一这些选手准备好吗 这本比较 本来就传输既走本台价 飞易走 投票在三步 外面十分之 他们也有投票同提单 飞易走 先记得两三种票 整票过后 记得投票贵 飞易走 专家以下的日同 作为准备今年的飞飞手 害你不是反动 一年十三 不求的现实 准备民主结婚 比赛快事 来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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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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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